如果说一个人的财运特别旺的话,日子肯定也会过得比较舒心,因为钱财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,但是却是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,有了钱财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比较舒心。 在这个世界上,基本上没有什么钱财解决不了的问题,而大多数的人却因为没有钱这个问题而烦恼,赚钱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才行,今天便是一个大好的日子,便是吉日。 六大生肖财运缠身,身家大涨,今后过的都是好日子,轻轻松松发大财事事顺心,无忧愁。 之前的几个月的生肖属虎的人,日子过得的确并不是太好,所以说生肖属虎的人是一个命中待福,而且事业心非常强的属相。 但是运气一向不佳的话,就算事业心强,就算办事能力强,也不会有多少的收获,也只能勉强多日而已,所以生肖属虎的人是命中有福,但是无福销售。 不过今日便是大吉日,生肖属虎的人将被财运缠身,再加上命理中,汗水催财望运,使得财运变得非常之旺盛。 财运大涨的同时,身家也会大涨,生肖属虎的人日子要富贵起来了。 生肖属虎的人,在之前的运势一直非常不错,尤其是在事业运方面,生肖属虎的人办事特别顺利,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,还会成为老板身边红人。 与自己领导的关机越来越好,升职加薪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,今日便是大吉日,一大好的财运,也会跟着事业运,水涨船高。 之前的日子已经过得非常不错了,喜上加喜,财上加财,生肖属虎的人将迎来自己的大好运势,大好财运,今日便是吉日,生肖属虎的人财星入命。 财运被催得非常旺,是事业运高涨的同时,爱情也会随之而来。 生肖属虎的人不仅日子要富贵起来,还能够收获美满的爱情。 生肖属狗的人在之前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,因为生肖属狗的人命犯太岁,说说本命太岁的影响,日子过得不太舒心,不太顺利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然而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,生肖属狗的人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机遇,似乎迎来了自己翻身的日子。 因为今日便是吉日,今日便是大吉日,生肖属狗的人将被财运产生。 生家暴涨的同时,日子也会越过越顺利。 之前不顺心不开心的事情都将成为过去,在将来的日子里生肖属狗的人,日子不但会变得富贵起来,而且还能够收获各种各样的意外惊喜,做任何的事情也会顺利许多。 生肖属狗的人,从命理上来看,本身就是一个偏财运士,特别好的属相。 偏财运士家,得到了吉星的必又再次上涨,今日便是大吉日。 生肖属狗的人偏财运士将达到了整个年份中的顶端。 红财运士长,意外之才会接连不断地来到他们的身边,意外惊喜也会接连不断地来到他们身边。 获得了意外惊喜,意外之才的同时,生肖属蛇的人,还会收获自己的爱情,收获自己的家庭。 其实对于生肖属蛇的人来说,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属相,恰恰是满足他们野心的一个月份。 生肖属蛇的人摇身一变成土豪。 属羊的人在之前的日子过得比较辛苦,也过得比较劳累。 原因就是生肖属羊的人,命犯太岁因此日子过得并不是太好。 不过今日便是大吉日,一切都会有所好赚。 因为生肖属羊的人受到了菩萨的庇佑和财神爷的亲自送,整体财运特别好。 不管是在偏财运上,还是在正财运上生肖属羊的人都有财富可赚,都有钱财可拿。 运势大涨的同时,生肖属羊的人在事业上也会蒸蒸日上,与同事领导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。 工作中,还会遇到自己人生中的贵人,有的贵人的相助,自然能够解决不少的麻烦事情。 生肖属羊的人横财运市长,意外之财皆不断,轻轻松松中大奖,富贵无忧,万事大吉。 生肖属羊的人,其实是一个特别聪明伶俐的人,从性格上来讲,生肖属羊的人,也是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人。 如果生肖属的人做生意的话,一定能够一本万利,因为他们头脑不仅转得快,而且还特别有眼光,特别有眼见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,生肖属羊的人通常都会过上比较富贵,比较有钱的生活,但是在今年的之前日子过得的确不是太好。 主要原因就是运势围绕运起未来,不过今日便是大吉日,一切都会有好转。 生肖属羊的人财运就像野草一样开始疯涨。 正财运是大涨,横财运是深,意外之财皆不断,正财运是拿不完,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,还能够负责全家,让全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,摇身一变成土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